好,我们接着往下看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行径词 overvalue 那么在value的前面加上over 显而易见过头了 所以它的意思叫做高估 对什么什么过分的夸大和重视 我们来看看对应的句子 2010年Tax 4出现过 It was banks that were on the wrong planet 银行处在了错误的星球上 It was banks 很多人不理解 这里的banks明明是负数 那前面怎么能用it was这样的单数 那其实这里的banks 它是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出现的 所以it was banks 它只能理解成恰恰是这些银行 which were on the wrong planet 那么用that可以取代所有的which who 对吧 所以that were on the wrong planet 叫他们待在了错误的星球上 也就是他们搞错了状况 with account with 叫后面一个名词 他们的账户 with account 银行账户怎么样 that vastly overvalued assets 这些银行 他们高估了资产的价值 这些银行账户高估了资产的价值 所以银行做错了 是这个意思 那么overvalued叫高估 这里有一个副词增加了程度 加深了修饰的程度 叫vastly account做名词 账户 assets做名词 叫资产 那么assets就是资产 更多指的也是房地产 记住了 assets资产 好 那么我们再来往下看 有overvalued 那么必然有deep value 那么这里加ed 是因为当年在文中出现的 考察的就是带有ed的一个词 那么deep value毫不疑问 那叫低估 贬低 所以这里加ed 我不妨把它当成是形容词 被贬低的 当然也可能是动词的过去式 或者分词 都有可能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 它的一串同义词 跟价值有关的 第一个叫worth 那么worth 做名词可以叫资产价值 那么更多在考试当中 worth 它有一个固定用法 叫be worth doing something 记一下 叫be worth doing something 这里的worth 当成形容词用了 叫值得做某事 be worth doing something some something worth doing something it is worth doing 比如说这部电影值得一看 this movie is worth is worth watching worth watching 直接不要用被动 千万不能用被动 worth doing something 后面的doing不能用被动 记住了 这部电影值得看 从我们的这个 学英语的感受来说 好像这部电影值得被看 对不对 但是它不能这么表达 它只会说 this movie is worth watching 记住了 好 这是关于worth 那么worth的第二个 需要大家小心的 就是它的 加y的形式的形容词 这个worthy 也是个形容词 你就被送就OK了 它叫做be worthy of be worthy of 这一定要配off 所以只要把这两个短语记住了 worth怎么考都不怕 所以我一个再说一次 不要背单词 要背phrases 词组 不要去尝试把单词的中文意思 全部背下来 要记住它的感情色彩 记住了 所以各位一定 练练勇词赶紧刷完 两遍 然后此组 贝多芬 一到两遍 你就不上线 就去网上骂我 哪怕你真题 就刷个两三套意思一下 就一定练练勇词 至少要过 当然了 我们的目标是70加 所以我才要求各位 练练勇词至少两遍 此组 贝多芬 至少一遍 到两遍 加油 好 我们再来往下看 记忆词 所以很多人说 我一个我这个练练勇词 在不断的更新当中 我觉得我看完了量不够 那就跳过去看词组贝多芬 所以这两门课 大家一定要放在第一梯队 第一时间看 就这两门课交替看 好吧 来我们再来往下看 记忆词 significance significance 它叫做意义 形容词叫significant 不多说了 也叫价值 意义 好 我们看下面一个词 view 比较简单 做名词叫观点 也可以叫眼界 景色 view 视野 都可以叫view 那么做动词呢 叫看 当做 那么view做动词的意思呢 接近于see 接近于regard 接近于consider 所以经常有个单语叫view something as view something as something 它等同于see something as something 或者consider something as something 都可以用view来代替讲解 好 我们来看看和大家有关的新进词 第一个 interview 它叫做面试 面谈 还可以叫采访 接见 动词名词都可以 动词名词都可以 interview 为什么 因为inter 互相 对不对 互联网叫internet 所以interview叫互相 因为面试肯定是两方 互相互选 对不对 你和用人单位一样 他可以挑你 你也可以挑他 这叫interview 那么同样 我们看看面试 一三年完行 考过一个句子叫in theory 理论上 或者叫实质上 本质上 the success of an applicant 一个申请者的成功 这个applicant 在这里做申请者 无非指的就是求职者 对不对 一个申请者 或者一个求职者 他的成功 should not depend on the few others 不能依托于the few others choosen randomly for interview during the same day 他不能靠的是在同一天 怎么样 the few others 另外的那一些人 什么人 choosen randomly for interview 你看choose 明显修饰前面的名词 the few hours the few others 注意这里如果没有这个the the few others feel others 代表的是没人 因为feel是否定 a few 对不对 a few people 那才叫肯定 这里的the 一加 就变成the few others 这地方就没有否定的色彩了 相当于把 a few others 它翻译成 一些人 没有特质 把a换成了the 定贯词 就变成了那些面试的人 听懂了吧 所以这里的the few others 等于a few others 区别在于 不特质的特质了 所以这样 这些申请者求职者的成功 不能依托于那些同一天被随机挑选来面试的人 很多人会传言 在那个省是不是给分松一点紧一点 在这个省是不是分数改的会稍微松一点 大家会有这样的猜测 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申请者不能依靠这种投机心态 不能依靠这种 during the same day 同一天随机被选择参与面试的人 所以叫the few others who are chosen randomly random随机的 副词叫randomly 被随机挑选的 for interview during the same day but Dr. Simonson suspected the truth was otherwise 但大家相信事实是相反的 这里的otherwise 记住了 otherwise 大家以前都是被很多初中高中的教学害了 只被叫否则 但其实otherwise更多考察的就是 something is otherwise 叫另外一种情况 而从阅读的角度来说 绝大多数考察的都是这个意思 叫另外一种情况 完全不同的情况 叫the truth is otherwise 叫另外一种情况 相反低 所以确确实实 北京上海这样的超级城市 它的这个月券确实就会延一点 压分也会 尤其在写作这个板块 压分会延一点 因为你在月券的时候 当你月的整体的水准比较高 你给分的时候差的特别差的 它可能就会被甩得更远 而在一个相对水准比较低的 整体它月券的感受是都在这个水准 那稍微好的一点点的人 就可能显得很拔尖很出跳 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 但你要记住 你考试更多选择的 应该还是城市和这个城市的发展潜力 很多人说我的家乡N多年房子不涨价 那他们反而是灾难 这么一个地方毫无发展 你就得去那种资产不断升值的地方 很多人说我一哥我不敢 不够啊 北京上海房价那么高 你反过来想 那那些外地人怎么留下来的 上海 户籍人口2400万 加刘顿人口3000多万 本地人口一半 外地人口一半 那请问那一半怎么留下来的 对不对 我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我在江西南昌待了11年 练足本事 修炼自己 但没有放弃要求 我太太以第一名考上复旦大学外语系的博士 啪 两个人果断决定 走了 我把我在江西南昌当时干到公司总监中层干部 一年拿几十万年薪的稳定工作扔掉 跑到上海 给他信心 你安心读书 我来养家 其实心里面打退堂鼓 第一天个傻逼一样 我记得刚是刚刚到上海 带着他去看房子 第一步跑到东方明珠塔附近去看 看完之后只想死在那 当时我好愤怒 那个时候房价看就接近十万了 我就只想把东方明珠塔给炸了 我都疯了 但是没想到就在几年收入 我记得第三年我的个人收入就从几十万翻到几百万 然后后来又翻了好几倍 所以你就是一步步走出来的 各位要有信心 好不好 别人可以 你也可以 当然了 还是看自己本事修炼的怎么样 本事先修炼 先在一个活跃的地方 去修炼本事 这个地方不见得一定公司需要太大 但是要活跃 要有上进心 不能在一个按部就班死板的环境之下 尤其年轻人刚出来最黄金的那五到八年 要在一个稍微让自己不舒服的地方待着 而不是待得太放松 那反而是错的 好 这个句子我们公勉 来继续 我们来看看 viewer 加一二了 这个时候就变成了关注 观察者 观看者 包括指示器 都可以叫viewer拿来看的 比如说拍电影的时候 导演前面那个监控镜头 也可以叫viewer 就可以通过他来看 那么我们再来往下看 review review 什么意思 来一看这个re re就猜到了review 再看一遍 于是他的意思叫评论 回顾 还可以叫审查 对不对 因为反复再看嘛 所以还可以叫复习 复审 比如说你的论文 被别人盲审 拿过去做review 就这个意思 拿到外校导师去给你做review 字面含义 再看一遍 re再一次 view看 对不对 review叫再看 所以他叫做评审 再次复习 回顾检查 等等这样的意思 那我们来看看 跟评审有关 08年出现 a journal editor 一份期刊杂志的编辑 would then remove the author's names 会移除作者的姓名 and affiliations 以及他的附属单位 你看这个动词 affiliate 附属 第一眼看过去 好像毫无线索 affiliate 为什么叫附属 你看这里藏着一个feel feel叫填补 而a 符音双写 等于to 去 还记得吧 去做填补作用的 to feel something 去填补 所以叫附属单位 对吧 我附在你身上 所以affiliate 名词 affiliations 所以叫他会把作者的名字 和他的单位 附属单位 给移除掉 from the paper 从论文当中移除掉 and send it to their peers for review 把它发送给他们的同伴 做审查 这里的peer 就不能叫同伴 肯定就叫同类机构 同行 就好像我讲的大学 这个大学的博士生的文章会拿到外校 让别的大学去审核 那那个别的大学 就可以叫peer 在这里 叫同行 去做审核 所以当然注意 不难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行径词 review review叫评审 做名词了 我们看看名词用法 in addition 除此之外 the computer programs a company used to 你看主语 一眼看出来了 主语是 the computer programs 叫电脑 电脑程序 什么电脑程序 这里一看就省略了 一个that 对不对 就省略了一个that the computer programs that a company used 也就是 a company used the computer programs to do something 所以这里的修饰 部分是 a company used used to do something to establish relationships 真正的位语在这儿 may be patented 还记得这个词吧 patent 专利 对不对 所以叫 the computer programs a company used to estimate relationships 像这家公司用于评估人际关系 评估关系的这种电脑程序 may be patented 可能被申请专利了 and not subject to be subject to 服从于听从于受制于受什么的影响 并且不会受到什么的影响 不会服从于什么 to peer review 不会受到同业机构的审查 or outside evaluation 也不会受到外部的评估 也就是他游离在外 他不仅他被授予专利了 这种公司用于评估关系 社会关系 这个relationships到底是什么关系 目前根据这句话上下文看不到 所以不能说出 不能把它翻译出来 但是我们可以 我在书上可能会根据上下文把它翻译得更清楚 但就单独拎这句话来看 我不太在乎这个relationships 你能不能翻出来 那么我们重点要知道的就是这个句子的主干 就是我刚刚讲的 主语是the computer programs 位语是may be patented 这种专利会被 这个电脑程序会被申请专利 但是呢 并且呢 不会服从于同业机审查和外部的评估 因为他申请专利了 你就没法评估它 没法审查它 注意了 好 关于这个句子也不难 那么我们再来看和他相关的行军词reviewer reviewer 加一啊 来了 评头论组者 评论者 评论家 让我们想起 critic 对不对 名词 IC结尾的 做名词 评论家 批判家 critic 就好像怀疑家 skeptic 也是个名词 来自于形容词skeptical 对不对 skeptical 叫怀疑 固定搭配 be skeptical of 这是考试当中能考的最难的一个关于怀疑的端语了 be skeptical of 而skeptic叫怀疑论者 他专门是持怀疑态度的 critic也是一样 那么reviewer 做评论家 来我们来看一看和他有关的阅读当中出现的 10年 叫 their's was a serious business 他们的 这是一个严肃的生意 their's 是谁 不知道 要根据上文 指代 这是一个严肃的生意 and even those reviewers who wore their learning lightly like George Bernard Shaw and Ernest Newman could be trusted to know what they were about 所以叫 and even those reviewers 即使是这些评论家 什么评论家 who wore their learning lightly 这里的war 是哪个词的过句是 where 那么这里的where they are learning lightly 好 所以这里呢 就依然属于我讲的 要关注单词的感情色彩 而不是意思 那这里的where 显然 你只能把它抛开 穿 把东西穿在身上 人一般只会穿合适的衣服 对不对 所以where they are learning 那就变成 把学习当成很亲密的事情 穿在身上 所以你不如翻译一整 智学 做学问 对不对 所以这里的business 就不再是生意的 一看是做学问 learning 所以你可以讲 这是一份严肃的视野 也是可以的 并且呢 even those 尽管那些评论家 怎么样 where they are learning 做学问 lightly 很轻的做学问 轻轻的做学问 也就是我们讲的 不夸耀 很低调的 智学的人 做学问的人 即使是那些 低调智学的 评论家 比如 George Bernal Shore an earnest new man 你们怎么样 Could be trusted 他们也会被信任和接受 to know what they were about 来了解他们到底是什么 也能够被理解 被信任 去了解 what they were about 来了解这到底是什么 他们自己到底在做什么 can be trusted to know 被动 也被我们相信 what they were about 知道自己在干嘛 所以这里面大家看 整个这个句子理解的难点 其实就只是这个 where they are learning lightly 那其实这地方最关键的还不是where 就这个词 lightly 体现出了他的情感 就很轻轻的去智学问 所以这叫做什么 低调不夸耀的 低调智学 好 不难 好 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个词叫world view 世界观 很简单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他的补充词组 in view of 鉴于 基于 考虑到 那么这个in view of 就接近于in terms of in terms of 翻译成依据 依据这个东西 in terms of something in view of 考虑到这个 由于 依据这个 差不多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in view 不要忘记view 有眼睛看的意思 所以叫在能看见的范围内 in view something is in view 在看得见的范围内 比如说 小孩子出去玩 爸妈会在旁边喊 不要逃出我眼睛的范围 确保我能看见你 please keep you in my view please keep yourself in my view 保持在我的视野范围里 keep yourself in my view 就这么简单 好 我们再来往下看 除了这个之外 当然有在考虑之中 不多说 on view in是在里面 on view on view 什么的 在眼睛的上方 那你人正常是抬眼走路 一眼就能看到 所以叫 在容易看见的地方 在展出中 something is on view 正在展览 摆在这 在展出 大家注意 那么如果找不到这种感觉 你可以回忆起一个短语 叫on sale 在出售 摆在货架上卖 所以on view 就摆在架子上 让你看 一个道理 所以叫展出 容易看到 所以这还是属于我们上课 反复强谈的那句话 叫 不要强求不可知 要从已知退为之 你看到一个东西 你想不起来 你就想已知 你学过最接近的 这种表达和短语 兴许就能从中 推出你想要的情感 on view 好 这几个短语 记住 那么最后 跟view有关的短语 补充一个 take something in view 把什么东西 拿到眼皮底下来考虑 也就是把什么什么 拿来考虑 它等同于 take something into account 也就等同于 take something into 这个account可以换成 consideration 这个词反而简单 叫考虑 叫take something into consideration take something in view 都叫做把什么什么 拿来考虑 那么我还是要再次强调 这个something 可以放到哪儿 可以放到短语的后面 如果它比较长 如果这个名词还加了修饰 避免头重矫情 这个短语就很可能变成 take into account something or take in view something 都叫做把什么什么 拿来考虑 记住 好 多不难 我们再来往下看 同一词 来继续 跟观点眼光有关的 perspective 这个词的意思叫观点 态度 角度 最早的意思叫透视法 为什么呢 因为词根 记录一下 spec speak 等等 它都等于什么 等于look 等于眼睛看的意思 我们比较 我们见到最多的 先一半 suspect 看到没有 sus 上面 眼睛往上看 你看一种这样的眼神看着你 从上往下这样看着你 怀疑的眼神 suspect 所以它可以叫嫌疑一犯 对不对 眼睛看的意思 那么你看 perspect来了 per叫完完全全 为什么 很多人看到pre 诶 伟哥不是讲pre是前面吗 对 pre是前面 而per 不要强求不可知 要从已知推未知 这是伟哥认为教学这么多年 总结的最牛逼的一句话 你们一定要去听 perfect 完美 it's just perfect 完美 不是perfect 不要乱读 perfect 完美 那么per叫完完全全 所以叫 我完全看清楚了 因此它叫透视 那么perspective 这个观点 一般就指的是 比较深刻的观点 因为看的比较痛 perspective 记住 观点 这应该是我们学过 最高大上的观点 那么来 它做名词 角度 观点 我们来看一个对应的句子 this long perspective makes the pessimistic view of our prospects seem more likely to be a passing fed 这个长长的观点 perspective 这个长长的角度 这个长远的角度 long perspective 长镜头 长角度 对不对 makes the pessimistic pessimistic叫悲观的 它的反应词叫 optimistic optimistic 悲观乐观 考了好多年 这两个词很多人都写不出来 请记住 一个叫optimistic 一个叫pessimistic 名词叫optimism pessimism 一个叫乐观 一个叫悲观 所以叫这个长观点 这个比较长远的观点 makes the pessimistic view of our prospects 把我们的这个 prospects叫前景 把我们对于未来前景 的这种悲观的观点 make something 怎么样 seem more like 让我们的这种 对于未来的悲观的态度 seem more likely to be 看起来更像是 a passing fed 像一阵风 为什么 passing叫 一瞬间过去的 这已经在暗示你了 这个fed 就叫风潮 一阵狂热的风气 时尚 它读fed 这个a 发 a 记住了 fed a passing fed 哪怕你不认识这个fed 你也应该认识这里的passing 对不对 从passing也能推出来 它讲一阵过去的 所以也就是 让我们的这种悲观的态度 看起来就像是 一阵风潮 就大家好像都喜欢悲伤 我也是一阵风 就这么看吧 符合大家的观点 所以这里关键考察的单语叫 make something seem more likely to be something 大家注意一下 让什么什么看起来更像是什么 记住了 a passing fed 固定搭配 这样一阵风就过去了 大家注意这种感觉 那么不难 prospects 你看又来了 刚刚讲过 spect叫眼睛看 pro向前看 所以叫前景未来 也就是让我们这种 对于未来的悲观看法 看起来更像是一种一阵风的观点 好 那么所以前面的the long perspective 你甚至可以翻译成从长远来看 都可以 来我们看下面一个词 叫做individual 那么这个词individual 叫做个人 个体 做名词 做形容词 单独的 个体的 叫individual individual 那么这里面词根明显藏在里面 叫divide 划分 对不对 所以在里面切分 所以叫一个一个的个体 我们来看和它相关的行进词 第一个副词 individually 个体的 不难 个别的 单独的 individually 好 我们来看到补充词汇 它的反义词 既然有个体 那就有集体 collective 来自于动词collect 它叫集体的 共同的 我们来看看这个词 一二年考过一次 but it takes collective scrutiny and acceptance to transform a discovery claim into a mature discovery it takes collective scrutiny 这需要集体的审查 这个scrutiny还记得吧 scrutiny叫做仔细审查 这是一个名词 怎么来的呢 screw 你看这个发音 screw screw是什么意思 螺丝 不是我们街边炒的什么 二十块钱一份 好辣 一边吸 一边 骂娘 太辣了 又停不下来 人就是犯贱的 一边骂娘 一边说辣 一边说好吃 screw 螺丝指的是那个螺丝钉的螺丝 所以screw 引申出的第一个意思 叫一丝不苟 为什么呢 螺丝钉的精神 听懂了吧 但很遗憾 screw这么多年考试 你们看所有的美剧 提到screw 都叫搞砸了 一般考什么 screwed up 不要搞我了 好不好 stop screwing me please stop screwing me screw me screw somebody screw something you screwed up the whole thing 你把一切都搞砸了 screw up 注意这是他口语当中 用的最多的叫搞砸 接近于 fuck up mass up 你看 mass mass 叫搞混搞砸 mass up screw up 都可以 那么我刚刚讲过 screwed正常的意思叫 螺丝钉 一丝不苟 所以有了这样一个形容词 叫认认真真的 一丝不苟的 记录一下 叫scrupulous scrupulous 叫一丝不苟的 认认真真的 你看screwed 所以我讲了这么多 就是铺垫 screw这个词根 叫认真 而后面的tiny 叫微小 这里指的是 任何微小的都认真对待 所以它叫仔细审查 scrutiny 名词 动词叫 scrutinize 动词叫scrutinize scrutinize 叫做仔细审查 scrutinize 仔细审查 所以这里叫 but it takes collective scrutiny 这需要集体的仔细审查 and acceptance 以及集体的认可 to transform something into something 把什么什么 转变为什么什么 transform something into something 对不对 转化转变 把这个发现 a discovery claim 一个发现的宣告 转化为一个 mature discovery 转化为一个成熟的发现 也就是你 宣告发现 跟最终成为一个成熟的 对外发布的科学发现和论证 是需要有一个 非常严格的 集体认证过程的 所以 即使你没有读文章 也知道这里有两个概念的区别出现了 一个叫discovery claim 叫宣告发现 我宣布我发现了什么 但是还没有论证 论证之后才叫做 a mature discovery 一个成熟的发现 所以claim只能叫 对外宣称 最后是不是真的 还需要审查之后才确定 它是不是一个 mature discovery 那么这里面最后的一个端语 叫transform something into something 叫transform 转变 变形 我们都知道 变形金刚就叫transformer 对不对 而这个前缀trans 它就是变化的意思 叫做across 它叫across 转变 从这一头到那一头 比如说港口叫transport 为什么 因为port叫港口 transport叫从这个港口到那个港口 所以它叫运输 对不对 transport 名词叫transportation 交通运输 好 最大的注意这个单语 transform something into something 把什么什么 转变为什么什么 不难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 economic 简单词 过 经济 很多人会说 伟哥经济不能理解 eco eco词根不是生态吗 那还不能理解 请问一国最大的生态是什么 一国最大的生态不就是经济吗 对不对 你没有经济了 还有什么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所以economic叫经济的 经济学的再合适不过 虽然economic叫生态 我们举一个词 加深你的印象吧 比如说 eco side 为什么叫生态灭绝 side seed 它就等于sys 等于 cut 看 砍掉的意思 所以把生态给砍掉 所以叫 eco side 叫生态灭绝 先记这个词根 sys 它等于cut 砍的意思 很多人可能会不服气 那为什么决定叫decide 你自己再想想 定不就向下吗 side叫砍 手往底下一拍 往下一砍 这是定了 这不就是拍板的意思吗 对不对 所以大家注意 叫决定 再比如cis 难道不是砍吗 你看 简明的 额要的 怎么说 concise 什么叫 con一起 size 砍掉 多余的 一起都砍掉 简化 简明的 额要的 concise 对不对 那为什么精确 叫precise 对不对 精确的 因为pre 叫提前 提前砍掉 还不要别人说 自己就提前动 明显处女座强迫症 所以叫精益求精 叫提前砍掉 于是它叫精确 precise 最大注意 这些词一通白通 全部就通了 好 我们来看一看 跟eco有关的 09年阅读出现了 we have to suspect that 刚刚还没来得及呢 又来了 叫怀疑 我们应该去怀疑 that continuing economic growth 持续的经济发展 promotes 推动了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能够持续的推动 教育的发展 even when governments don't force it 即使政府不去 强推 force 你就不要翻译成强迫 即使政府不去强推 经济发展也会 持续推动 持续的经济发展 也会推动教育的发展 关键 这个句子 你不要以这里为观点 前面叫 we have to suspect that 这就是关键感情色彩词 叫怀疑 我们应当怀疑 持续的经济发展 是不是能推动 这个 好 我们再来往下看 简单 un economic 那就叫不经济 不盈利 不环保 不经济的 比如说我们说这种 绿色环保汽车 就可以叫做economic car 那un economic 就叫做不环保 不经济的 不节能的 对不对 那economics 叫经济学 都简单 过 来 再往下 行进词 economically 来了 叫节俭的 刚刚讲经济节能 economical 才叫经济节能 副词 我们来看一看 下面一个词 economically 就是它在经济上的 这个经济 不是指经济学 指的是经济 环保 节能 省钱 economically 经常考试会考 我们看完形 哇 这么难的一个句子 就证明韦哥选这个句子的意图 不再讲这个词 而是在这个句子 而这个句子前面出现过 我讲过 难得我会让他多出现几次的 born in the crisis of the old regime and iberian colonialism 还记得吧 产生在旧政治体制和 iberian 一比利亚 殖民地主义 colonialism 讲了多少遍 colonialism 中印在这儿 colonial 殖民的 colonialism 产生在旧政体和 iberian 一比利亚 殖民地时期 危机的背景之下 born in 这是一个典型的 我强调写作文里面要学的 前面放一个壮语 主语在这儿 修饰它 对不对 所以 你语法不好地打个箭头 提醒自己 也就是 many of the leaders who are born in 这样太重了 头中脚气 把它啪 提到前面 做壮语 born in 这种背景之下 many of the leaders of independence 很多独立领袖 shared the ideas 共享了这样一个理想 ideal 理想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他们共享了一种 什么理想 代表制政府 他们想独立 要获取人民的支持 所以都想建立这种 代表制的政府 对不对 shared the ideas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careers 来继续 这里的逗号 就告诉你 开始并列了 他们都宣扬 这样的共同理想 代表制政府 careers open to talent 向公民开放的职业 向天才开放的职业 也就是人才机制 要为财适用 freedom of commerce and trade 依据商业的自由贸易 对不对 自由贸易 the right to private property 私人财产的权利 这都是民主政府的特点 and a belief in the individual 并且他们信仰 in the individual 个体 把个人私人 as the basis of society 作为社会的基础 你看当年我们的大国贩时代 就是强调集体 到最后谁都不负责 所以要强调 私人要是社会的基础 对不对 这一串出现了 产生在这样的 旧体制之下 很多独立领导人 有这样的理想 民主理想 Generally there was a belief that 一般来说 都会有这样一个信仰 that the new nations 新的国家 should be sovereign 必须是主权国家 sovere 讲过主权 and independent states 必须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large enough to be economically viable 必须足够的大 主权国家还要足够的大 大到怎么样 在经济上 large enough to be economically viable 在经济上要有可行性 你说伟哥 viable 你怎么知道是可行性 我写出一个字来 你就会想起来 前面讲过的viar 还记得我讲了 无数遍的viar吧 viar等于 through viar等于through 等于through 它叫做穿过通过 所以viable跟through 一个道理 viar叫穿过通过 那viable在后面加able 叫能够穿过能够通过 所以叫可行的 也就是这个国家主体 政权主体必须足够大 大到在经济上能够可行 经济上走得通 and integrated by be integrated by integrate 这个词叫做整合 来看一下 integrate inter 讲了多少遍 互联网 互联互相 所以叫整合 integrate 所以 法律构成 可以这么去说 所以整个句子看似很长 其实就是一层一层往下推 这里面考察了一些单词而已 比如说主权 sovereign 了解一下 a common set of laws 叫一系列的法律 暂时提醒各位 a set of 不重要 换成a chunk of a cluster of a series of 都不重要 some many 还记得吧 a加名词加of 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 非常漂亮的词 比如说整合 integrate viable 可行的 那考viable 其实考的比较偏 这几年考行的通的 有效的 可行的 考的最多的是哪几个 第一个叫 available 对吧 available 可行的 行的通的 第二个叫 accessible 可行的 行的通的 对不对 可行的 行的通的 最后一个有效的 叫valid 叫valid 还记得它吧 valid 有效的 无效的叫 invalid 都是我讲过的 available accessible valid 等等 都把它记下来 前两个相对还是容易 因为都有一个后缀叫 能够 able 能够怎么怎么样 而这个access 我讲了多少遍 sess代表go walk 叫走路 所以叫行的通的 可行的 可接近的 可以靠近的 available 有用的 有空的 有效的 等等 都可以用 我早就说过 比如说 一家超市24小时营业 它就可以写 24 hours available 叫24小时可用 也就是营业 一家银行 两个柜台 这个柜台有人工作 就可以挂一个单词 available 可以用 不工作的 off off 叫离开 对不对 所以大家注意这些词都不难 好 那么 我们再往下走 我们看到这个词 叫 social economic social economic social 一看就知道跟社会有关 所以它叫社会经济 social economic 社会经济学叫social economics 就这么来的 所以我们来看看 补充词汇 不难 来跟经济有关的 几个这几年比较装逼的 阅读也可以出现的 fiscal cliff fiscal 记录一下 如果说 economic指的是比较宏观的经济关系 而这个fiscal更多指的就是财政 国家财政 企业财政状况 那么比如fiscal cliff 指的就是财政悬崖 一听名字就知道财政宽崩盘了 很多政府陷入财政悬崖 政府负债过重 比如说美国 就是一个典型的负债国家 fiscal cliff 欧洲那就是负债到边缘了 所以政府会有破产的情况 希腊 对不对 都出现过政府破产 西班牙 fiscal cliff 所以欧盟才千疮百孔 为什么很多 英国什么的都要退出欧盟 它就不想背那些债了 叫fiscal cliff 叫带不动 财政悬崖 注意 好 那么管这个整个国际货币财政关系的组织 叫IMF 在考研能考的非常多 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中国现在在这里面的份额不断的提高 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 IMF 简称 全称叫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货币 monetary 基金 Fund 货币基金组织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记住 IMF fiscal cliff 好 这都是一些跟经济经常有关的词 好 那么我们接着看 它的敬意词 经济方面的financial 诶 区别小小的有 为什么 因为economic叫做经济 financial除了可以指经济之外 更多可以指金融财政 financial crisis叫金融危机 而economic crisis叫经济危机 稍微有点区别就在于financial更多是金融领域的危机 比如说由于这个银行杠杆加的太多 房地产放了太多贷款收不回来了 那都是由金融现象引起的 所以更多叫financial crisis 只不过现代社会把financial crisis 基本就称作经济危机 是因为人类所有的经济危机 都是因为超发货币 由于加杠杆 对不对 所以才出现了像比特币啊 区块链啊这样的东西去对抗这种政府 因为政府一旦开始开动印钞机 这个潘多拉磨合被打开 政府就好像吸了毒一样会上瘾 因为缓解很多社会经济问题 没有什么比印货币更好的 因为民众口袋里的钱 偷偷偷就没了 政府印钞机一印 钱一多你的资产就缩水一半 所以这个会中毒 没有一个政府能够抵抗 比如这几年印货币印的最多的是谁 中国 中国印的最多 financial 所以在中国为什么叫中产阶级陷阱 the trap of middle class level 中产水平的这个陷阱 很多人会陷进去 所以为什么说不要把钱存在银行 要拿钱出来做投资 只不过老百姓如果做投资死得更惨 他又没有基本的经济常识 又不喜欢读报 读社会经济发展 又不了解新鲜事物 根据过去的经验 投资现在是死得一塌糊涂 所以为什么炒股 那些小伞都是死的 他根本不去研究经济形态 根本不去了解中国的财报 甚至他都不知道这家企业是干嘛 他就敢买他的股票 这不要命吗 非理性行为终究是要失败的 Financial叫金融财政 注意我们来看整个句子叫 A smartphone may contain an arrestee's reading history 智能手机叫smartphone 不叫聪明手机 智能手机 现在的手机基本是智能手机了 may contain an arrestee's reading history 它可能会包含这个被捕者 逮捕者 Arrest叫逮捕 那么这里的arrestee 讲了多少遍 一一代表被动 被逮捕的人 也就是罪犯 或者叫被追踪者 可能会包含这个被追踪者的reading history 它到底有过哪些阅读记录 financial history 金融历史 有过哪些金融上的足迹 medical history 吃过什么药 and comprehensive records of recent correspondence 以及最近的通信的这种全面的记录 难点在这个词 comprehensive 大家被一个词害了 越多理解 理解叫reading comprehension 没错吧 但comprehensive它不叫理解的 它叫全面的 彻底的 大家记住 所以这里的comprehensive records 叫全面记录 最近的通信的全面数据 记录一下 comprehensive是这个句子 唯一的一个难点 了解一下 好financial过了 金融 来我们继续看进一词 哇跟经济有关的争夺 fiscal又来了 财政 讲过 monetary 再加强一次印象 货币都不难 好 我们看下面一个词 看起来都是简单词 高频词汇 create 有它相关的引出的词 才是我们的重点 所以大家慢慢听 就会觉得 伟哥说高频词汇的主词比较简单 但其实我假的东西 远远不止这些主词 所以很多人会说 练练有词主词只有三千个 它的扩展词派生词 早就超过五千 再加上灵贫和补充词汇 七千家是我们整个课堂的目标 所以各位好好加油 create 我们往下看 创造 行进词出现了 creature 创造物 上帝创造人类 女娲补天 反正都是神造的 我们来看creature 叫生物 叫生物 creature 注意一下 creative 极具创造力的 来 再次出现 ive结尾的形容词 讲了多少遍 更多指抽象性质 翻译成什么什么力 什么什么性 比如说productive 叫有创造力 有生产力的 有生产率的 creative 叫有创造力的 有创造性的 叫creative creature 等等出现了 不难 那recreate 叫再创造 再现 比较简单 create re 再次创造 然后呢 就出现了一个名词 叫recreation 叫再次创造自己 觉得自己整个人 没有感觉 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我们出去嗨一下 recreation 叫做娱乐 叫娱乐 你再次创造自己 给自己一个重新的机会 所以叫做娱乐 去找找乐子 放松一下 才能再创造自己 记录 recreation 叫娱乐 好 creativity 来了 刚刚讲过ive结尾的词 做形容词 那么它的名词 都叫做evity ive结尾的词 变名词都有evity 所以creativity 同样 名词形式 翻译成什么什么力 什么什么力 同理可得 刚刚讲过的productive 就有了一个经常考的词 生产率 叫productivity 对不对 最大的注意这个词 包括敏感 sensitive 叫sensitivity 敏感 所以iv结尾的形容词 代表抽象的形容词 ity结尾的名词 做笔记 这个后缀 代表抽象的名词 抽象性质的 都翻译成什么什么率 什么什么力 什么什么性 记一下 creativity 创造 好 我们来看看 09年 出现了 一段话 so it seems paradoxical 这看起来很矛盾 paradoxical 叫矛盾的 来来来 又看到了哪个字母 x 这个词后面还会出现 此刻 伟哥根本不在乎 这个词 你认不认识 我在乎的是 你有没有好好听前面的课 好好复习前面 为什么我说 令人有词 至少每本书要刷两遍 就是因为 你看 记住这个就够了 x 讲了多少遍 未知 说不清楚 所以paradoxical 叫矛盾的 说不清的 又来了 又来了 it seems paradoxical 这看起来很矛盾 to talk about habits 我们来谈论习惯 in the same context 以同样的上下文语境 context 叫上下文逻辑关系 context 我们放在同样的逻辑之下 as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我们把习惯 放在和创造力 以及创新 同样的逻辑之下讨论 这是很矛盾的 因为习惯明显 就是跟创新不一样 习惯更多是固定的 对不对 一旦成为习惯 就很难改 你把它和这种创造力 创新精神 放在同样的逻辑之下讨论 这是很矛盾的 所以叫 it seems paradoxical to talk about habits in the same context as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那么这里有两个词 creativity 创造力 innovation 叫创新 这里面藏了一个词根 记录一下 nof 它就等同于 new 这个词根等于新 new 记住了啊 比如说翻新 动词叫renovate 你看nof 新re再一次 所以叫翻新 于是innovation叫创新 考了多少次了考试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说的创业 就可以叫做 innovative 创新 创新性的对应创 而ye 怎么办 ye 是什么 难道是ye 不是吧 ye是什么 事业 我请问事业跟工作有什么区别 工作叫做混口饭吃 而事业呢 事业是一种责任 是一种压力 比如说我现在就感觉 我有责任带好伟林的每一位 让他们生活的很好 这是我伟哥 接下来十年的目标 那事业 事业就是一种责任 是一种压力 是一种承担 于是有个动词 叫承担 很多人说take 但是另外一个动词叫undertake 在底下默默的扛 所以undertaking 叫承担责任 创业翻译成 innovative undertaking 就是china daily 给的官方翻译 innovative undertaking 当然了 你记不下这个 没有关系 你至少要记住我的一句话 有时候用复杂词 不如用简单短语 这个短语叫做 build up one's own business 这个短语 就可以用来表达创业 叫打造自己的事业 build up one's own business 这是时下的热门词汇 我讲过热门的东西 一定要会写 写作文可以用到 build up one's own business 建设自己的事业 打造自己的事业 就叫创业 好 来 我们接着看到的行径词是creation 来 这几个词 非常好的把我前面强调的点 说清楚了 我讲过 ity结尾的名词 代表抽象 那么ion呢 就代表不抽象 它代表的是实体物 所以creation翻译成创造物 作品 它指的是个东西 比如说 你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 你可以说什么 you are a whole new creation in our homo sapiens 你简直是我们智人 当中的一个完全的创新品 你就不能说 you are a creativity 那叫创造力 你只能说 you are a person with great creativity 你是一个具备极大创造力的人 能听懂吗 所以我再说一遍 creativity是抽象的 creation这个ion 代表的是一个实体物 是具体的创造物 所以这是一个新产品 this is a new产品 你可以怎么说 creation 创造品 你就不能说 this is a new creativity 你只能说 this is a new creation with great creativity with great innovation 有极大的创造力 极大的创新 听懂了 好 creation叫创造品 所以大家以后看到 i o n 记住 它是个东西 我们来看创造 我们看08年 all we slaves 拥有奴隶 was like having a large bank account 就好像拥有了一个 巨大的银行账户 就有钱嘛 财富 it says Winesack author of an imperfect god 写了一本书 叫一个不完美的上帝 George Washington his slaves and the creation of America 写了一本书 叫华盛顿 他的奴隶 以及 美利坚的建立 the creation of American 这里的creation 就叫做创立 所以它有两大含义 一个叫创立创作 延续的是动词create 所带来的意思 第二个可以指具体的东西 创造物创造品 而前面的creativity 是说创造力 真的是抽象的那个能力 所以不一样 好 这是一本书的名字 看出来了吧 大写 全部大写 an imperfect god George Washington his slaves and the 你看 这些and the 连词 定观词都小写 所以哪些部分大写 你看off又小写了 所以大家慢慢就知道 哪些东西要大写 哪些东西要小写 你根据这一个书名 也能推出来 所以学习 关键是不要强求 不可知 要从已知退为知 看到没有 好 简单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词 creationism 又来了 ism结尾的后缀 叫主义 对不对 主义 比如说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悲观 pessimistic 那么它的名词 悲观主义 就可以叫pessimism 那乐观 乐观主义 叫optimism 你看ism 对不对 资本主义 capital 资本 也可以叫首都 资本 capital 资本主义 capitalism 对不对 capitalism 所以ism 代表的是一种主义 那么creationism 创立的主义 什么意思 创世论 creation本来就有一种 上帝创造世界的感觉 所以它叫创世论 creationism 好 creationist 那就叫创世主了 对不对 造物论者 创世论者 造物主义者 creationist 他是拥护 creationism的人 就叫做creationist 大家注意一下这种感觉 不难 好 我们来看看它的行进词 第一个出现了 procreation 来了 创造 那pro呢 前 继续往前创造 我们这一代不能停 还要继续生 所以它就叫做生育繁殖 procreation 像这种话题在考研当中考的是相当的多的 比如说考研尽量考生产能力 生育力怎么考 叫做pro 叫做reproductivity 来体会一下 productivity叫生产率 reproductivity叫再生产能力 所以这居然可以这个词 它当然可以用于工业场合 叫再生产能力 怎么样 居然也可以用在人的身上 是生育能力 叫reproductivity 形容词叫reproductive 这地方变成tiff 对不对 叫再生产能力 你老婆好能生啊 一下生七个葫芦娃 好狠 reproductive 叫再生产能力 所以大家注意 那么一般提到这个生产能力 有生育力 都指女性了 那么男女之间通用的 那么引申为 另外一个更高的叫性能力 性欲望 那叫libido 这种装逼词要会用的 libido 你这个libido怎么样啊 啊 libido 你的性欲力怎么样 有没有能力 libido 利比多 注意 韦哥是很学术的讲这个词的 不要在对面很猥琐的笑 一边挖鼻石 一边抠脚 一边吃零食看 听课 哎呦你过得多爽 来 libido怎么样啊 站起来动动 否则libido会下降的 好吗 procreation 来注意啊 叫生育生殖 我们再来看 对应的一个句子叫 in a society that so persistently celebrates procreation 在这样一个社会 如此持续的 persistently 来自于persistent 形容词持续的 它来自于动词 坚持 persist 考试固定搭配短语 持续做模式 persisting persisting 叫持续做模式 坚持做模式 那么persistently 叫持续的 在这样一个持续 celebrates 庆祝 procreation 那这里 于其翻译成 持续庆祝 生育能力 不如翻译成 去什么 赞扬 赞颂 在一个如此赞颂 和推崇 生育的社会 就你必须要生孩子的社会 Is it any wonder that 这有什么奇怪的 叫 Is it any wonder that 叫 这有什么奇怪的 下面什么 Admitting you 来承认你 regret having children 承认你 很遗憾 生了一个孩子 也就是你承认自己 哎哟我生孩子 我太遗憾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要单身 你如果承认这件事 Is equivalent to 短语 等同于 Be equivalent to Admitting you support kitten killing 等同于你承认 你支持杀死猫 Kitten Kitten这个词根就是猫 你看 Hello kitty 都知道这个可爱的小猫 对不对 Hello kitty Kitty Kitt 此根猫 对不对 所以叫 你承认生孩子好遗憾 等同于承认你支持杀死猫 虐猫 一样的 这种社会 你承认你不要小孩 就好像你承认你是一个虐猫屁 虐猫狂 你承认 你坚持支持 你坚决支持杀猫 的这种人 一样 被社会当作是这种异类 这有什么奇怪的 潜台词就是 在这种社会 无法容忍 不生孩子 你要是有一天承认 生孩子太遗憾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要把它塞回去 等同于 别人把你当成一个变态 你是一个杀猫者 虐猫者 这个社会是这样的态度 有什么好奇怪的 所以这里用了一个非常妙的句型来告诉你 在这样一个人人歌颂生育的社会 没有人能容忍你单身 不生小孩 没有人容忍你成为一个Dink family 叫丁克家庭 叫Dink family 听懂了吧 当然了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呢 Dink family确实越来越多 高房价 生活压力 导致年轻人至少结婚 生育越来越退后 中国现在最大的危机是人口危机 二胎放开之后 我看了这个社科院的一组数据 预计的人口新生出生率 和真实的数据 真实数据远远低于预期 所以中国现在最大的危机 就是城市当中人的危机 抢人了现在 年轻人在哪 哪个地方就发达 你看中国 但凡年轻人往外跑的地方 经济都不好 中国这几年连续经济倒数第一的 东北 对吧 这个数据你都可以查到 留不住年轻人 都跑了 都跑了 中国现在经济最活跃的 江浙户 包邮区 你看年轻人首选往这里 气候又好 经济又好 新科技 互联网 人工智能 发达的交通 全部在这 你看上海现在 动车都快没了 全部淘汰 第一次头的 然后磁悬浮 高铁 飞机 高铁站两座 火车站七座 飞机上两个 分别每个有三个航站楼 六个航站楼 整个社会的国际化 地铁24号线 开通 马上就要开通 所以整个这个 城市群 城市的网络 交通网络 它导致这种地方 它有吸引力 所以年轻人 Dick family 其实已经是 对社会的抗议了 你不生孩子 就是对这个 操蛋的社会 最大的攻击 所以各位 好好加油 要有信心 现在富人的孩子 是越来越多 他有能力生 所以这样会 进一步的加剧 人与人的不平等 所以大家记住 我们现在这一代 确实没有退路的 你要是不争气 你整个后面的家族 都很难有翻身余地 而且越往后面一代 越难 因为地球就这么大 资源就这么多 这就是现实 你说人类 为什么越火越累 人类当然越火越了 很多人说 哎呀我这一代 怎么比上一代累那么多 是因为地球就这么大 人越来越多 资源越来越少 越往后出生的人 只会越惨 这是肯定的 各位 所以要接受现实 努力奋斗 我 如果你觉得 屌丝逆袭 是一个神话 你就看看我 我他妈就是最大的屌丝 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但是现在也 财务自由至少解决了 对吧 所以我跟你们讲课 我特别开心 我不需要带着功利性 我一个不缺吗 我就是想把每集课讲好 去帮助更多人 来 否则我做伪灵干嘛 每年我贴 我个人每年贴500万 做这家公司 你们知道吗 就我个人如果 想赚快钱 我就自己赚 我也不要组建公司 我可以一年多挣500万 我现在每年贴500万进去 我就是想做点事业 多挣500万 少挣500万一年 对于我来说 没有什么实际的变化 我不觉得一个人 一年挣1000万 跟一年挣500万 有什么区别 他的生活幸福感 没有本质区别 500万跟5000万有本质区别 跟五个亿有本质区别 量级 所以很多人说 我一年挣30万 找一份工作换 挣50万 量级没到 你只有跨到百万 两百万 这个级别 才叫量级变化 所以各位 有时候看问题要远一点 不要指定的钱 好 整个句子理解了吗 这个句子 我提一达的读一遍 非常好 这里有个句型 背下来 Is it any wonder that 这是一个天然的反应疑问句 叫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简单字就是下面这件事情太正常了 懂了吗 所以叫 In a society that so persistently celebrates procreation Is it any wonder that admitting you regret having children is equivalent to admitting you support kitten killing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就这个意思 好 Procreation 好 我们接着看下面一个词 它叫做legal 哎呦 合法的正当的法律的 来我们来看看啊 首先看到的这个句子 After all 毕竟 other countries 别的国家 such as Australia and Britain 比如澳大利亚和英国 have started liberalizing their legal professions 已经开始 liberalizing their legal professions 已经开始让他们的法律职业 注意这里的profession 真的是职业了 而不是专业了 legal professions 让这些法律职业怎么样 liberalize 自由化 毕竟在有些国家 它已经让法律行业自由化了 liberalize 它来自于 来自于形容词liberal liberal叫自由的开化的 脑子开窍的 叫liberal 那么liberalize 叫开明化 开放化 所以也就是让整个法律职业 自由化 开放化 好 好 这个不难 那么基本上呢 每次有这样的机会 我都会提醒各位 就这个liberal这个词 去看一看它的一个区分词 叫literal liberal跟那个literal literal这个词呢 一个字母之差 意思天壤之别 literal叫有文化的文学的 记住了啊 literal 叫文学的文化的 文化的 literal 所以才有一个名词叫文化 叫literacy literacy 对吧 那么形容词 literate 叫有文化的 然后变成名词 直接指文人 而反过来文盲 叫illiterate 这就是考试这两年经常考的 illiterate ill的否定前阵 illiterate 叫没文化的 也可以直接做人用 没文化的人 所以各位一定注意区分这两个区别 liberal literal 一个叫自由解放 一个叫文字 文化 逐字的等等 文字的 不一样 好 我们继续往下来走 我们看下面一个 illegal 来了 明显就不合法 违法的 非法的 来我们看看他的同一词 跟法律有关的 补充词汇 第一个law lawful lawful叫合法的 法定的 一样的 跟这个legal 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比较简单 不花时间 我们再来看 legitimate 这个词 它有legal 的意思 合法 但它没有legal 所没有的意思在于 合情合理 legitimate 中英 叫合情合理的 并且legitimate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意思 记住 它指的是合法的身份 它指的是你具备合法化的身份 legitimate 来我们来看一看句子 in effect in effect 叫事实上 也就接近于写作文 结论句 经常用的那个副词 actually 我经常会说 写作文要有节奏感 节奏感就体现在 每句话的开头 每个段落的开头 有没有这样的一些 廉词跟副词 actually 事实上 franckly speaking 坦白说 generally speaking 一般来讲 as we all know 我们都知道 要有这样的东西 作文才 才像个样子 所以 以后 想写actually的人 可以换了 in effect 事实上 本质上 the white house 白宫 claim that 白宫已经宣告 it could invalidate 刚刚讲过 valid叫有效的 validate叫使什么什么有效 所以invalidate 使什么什么失效 所以叫解除失效 像白宫宣称 它可以解除 any otherwise legitimate state law that it disagrees with 白宫可以解除那些 它不认同的 它不接受的 otherwise讲过 叫另外一种角度的 别的 与之相反的 立法 可以这么去翻 所以这里的 otherwise直接翻译成 与之相反 也就是白宫宣称 它可以让那些 与它不一样的 各大州的立法失效 那些不能接受的 它不接受的 与它相反的立法 其他州的立法失效 所以这里的 otherwise再次变成 另外的 否定的 另外一种方向 别的 这样的意思 所以legitimate state law 叫别的州的合法的法律 也就是别的 别的州的正常的立法 state law 它也可以让它否定掉 只要跟白宫不符 所以白宫变得越来越强大 美国现在这个行政力量 在911之后是放大 所以才有阴谋论 在网上说 911是美国白宫 美国政府策划的 有这么说的 因为美国是三权分立 对不对 大家注意一下 而且不仅三权分立 各个州 它是联邦制 各个州可以有自己的法律 它可以对联邦总统 联邦政府 进行否决 大家注意一下 好 所以整个句子 不难 那么有一个亮点词 invalidate 使什么什么失效 解除什么什么 那么legitimate 叫做合法的 那么这里我还是要再提醒各位 它更多指一种合法的身份 比如说继承人 叫err h不发音 那现在我问你 合法继承人用哪个 那很多人说 无所谓要legal 那就不行 legal是没有违法行为 那你用legal error 好像指的是 这个人没有犯过法 而合法继承人 更多指的是 这个人有合法继承的身份 所以它一般都是搭配这个词 叫legitimate error 合法继承人 听懂了吧 再来一个 合法的继承者 再次加强各位 对于这个词的记忆 success成功 但是successor叫继承者 还记得我讲过吧 succeed有使继承的意思 所以successor叫继承者 继承人 更多是根据这个血缘关系 词根又来了 king 是血缘关系 爸爸传给儿子 而successor 继承者 更多指的是 职务上的 对吧 这一代 跟上一代领导集体 它是继承关系 successor 所以 他们这两个词 更多指的是身份合法 所以他用的是legitimate 而不是说 他有没有犯过法 听懂了 所以来 再说一遍 这个词更多指的是 资格和身份 也就是qualification 大家把这个词记得后面 会记笔记的 要记这种感觉的笔记 用英文来记笔记 legitimate 更多指的是合法的身份和资格 指的是一种qualification 好 把它写下来 过 那么我们接下来 看简单词 consider 简单词不简单 我们的用法一定不会让各位失望 consider叫把什么什么当作什么什么 我一个讲了很多遍了 照顾啊 体谅啊 等等等等 和它有关的扩展词 行进词 第一个 consideration 考虑 刚刚还讲了一个短语 叫把什么什么拿来考虑 怎么说的 take something into consideration 还记得吧 那当然了这个词叫什么 报酬啊 补偿费啊 就算了 稍微提醒各位关注 它还有一个名词 意思叫要考虑的是 诶 这好像变成一个可数名词了 再次呼应我前面讲了 I-O-N结尾的名词 可以当成一个东西 对吧 这件事确实头疼 是一个我们要考虑的事 你就要说 this thing is a consideration is a consideration 确实是一件要考虑的东西 它的句也是这么用的 好 consideration 不说了 那么 re-consider 再来了 re再一次 重新考虑 叫re-consider 来 我们来看看 韦玲这个名字 不就这么来的吗 we-learn 当然了 这是愚公了 愚思 我叫朱伟 我太太姓玲 韦玲 愚公愚思都有交代 我对她说的就是 这个名字是为我们而生的 其实是我先想到we-learn 然后我再想到这个名字 但是情商要高 对吧 在她面前 不 这个名字跟we-learn 一点关系都没有 跟我们有关 是我们俩的结晶 我靠 这个 这个 虐了一军狗了 来狗粮撒一下 来吃 嘴巴张开 yeah consider 看一看 这样把什么什么 当做什么什么 考虑 这个短语才是她重点考的 consider something as something 把什么什么 当做什么什么 难在哪儿 难在这个as 可以省略 哇靠 一省略我就要报警了 你看这个句子 consider being happy a past tense condition 很多人就崩溃了 注意了 看到两个名词 或者两个短语 连在一块的时候 觉得少了点什么 中间很可能就是 省了一个as 所以这地方 请大家做笔记 你标一下 这个as可以省略 读的时候可以刻意的 读两遍没有as的情况 来找找感觉 好 一看这个句子我就喜欢 前面又有一个状语了 rather than concluding that 叫并没有 下结论 children make parents either happy or miserable 孩子让父母变得快乐 还是悲伤 miserable 悲惨世界 法国雨果的作品 悲惨世界就叫做 less miserable 法语 less miserable 我就不写了 当然他法语肯定不是这么读的 这是伟哥带我们 我不是每年寒暑假都要带 一帮学生去旅游吗 准备马上去南极了 你们敢报名的就来 寒假去 因为南极的夏天 是我们的冬天 可能暑假可能会有 朱介华老师带着大家去 立志音乐节 全球顶级音乐节 并且去牛津剑桥学习 很有意思 那么这个miserable 就是我带大家在百老汇看的第一部 悲惨世界 太好看了 真的演得太好 我觉得比歌剧美影好看 有大时代背景 而且更容易理解 miserable 这个词叫悲惨 它来自于名词 misery misery就是悲惨 守财奴 miser 难道还不够悲惨吗 来记一下 守财奴 miser 前辈的话 人死了 惨 miser 守财奴 misery 悲惨 形容词 miserable 所以我们来看 Rather than concluding that children make parents either happy or miserable 叫并没有 Rather than叫而不是 并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 比如 养孩子让父亲父母到底是快乐还是悲伤 senior suggests senior这个人建议我们 他认为 We need to redefine happiness 他认为我们应该重新定义一下快乐幸福这个概念 instead thinking of it as 你看这里有一个单语 think of something as 跟这里的consider as 是一样的 我们不应该 你看 一定这个句子考察的就是两个否定的连接词 一个叫rather than 一个叫instead of 这样我们不应该把幸福当作 来 只带词 it 只带的就是happiness 考研经常考只带词 阅读理解 要看出来 这样 我们并没有把幸福 我们不应该把幸福当作as something that can be measured by moment to moment joy 我们不应该把幸福当作一个可以被丈量为be measured by 被测量为measure 叫测试测量 丈量 对吧 也就是我们不应该把幸福视作一种moment to moment joy 一时性的快乐 你看moment to moment 叫一时性的快乐 we should consider being happy as a past tense condition 我们应该把快乐当成一个过去时 past tense condition是语法当中的表达叫过去时 过去时就叫past tense condition 我们应该把快乐当成过去式 也就是快乐是过去的 它是一个过去的整个过程 是一个过往 而不是一种一时性的 它是一个整个的 从过去经营到现在 对不对 所以整个句子很有哲理 写作文都可以用 关于什么是幸福 幸福不是一时的 它是一个过程 从过去发展到今天的整个过程 没有什么东西是一定快乐 也没有什么是一定悲伤 你不能直接就得出结论 你看这些短语在这里出现多好 be measured by 叫被测试为被试作 好 整个句子 越读越轻松了吧 这句子也不短呢 你再提高 沉住气 很多人说我一个第一遍看完 什么都记不住 太正常了 第一遍就是记语感 到最后什么都记不住 也能过考试 这就是语感 相信我 相信你也有词 加油 继续 我想看 补充词汇不多了 这个单元很快就要结束了 consideration 讲过 体贴关心 又来了 考虑的是 提过一次的 reconsider 讲过的 重新考虑 关于它的句子出现了 叫做 the federal circuit 联邦 circuit 本来是什么意思 电路 为什么 因为词根 circle 圆圈 转圈 你看电路是不是这样转 电在里面转 而circuit 在这里叫巡回 Federal circuit 叫联邦巡回法庭 the federal circuit 叫联邦巡回法庭 像电路一样在里面转 issued 发行了 发布了 an unusual order 发布了一个 不太寻常的命令 法令 什么法令呢 开始修饰了 读多了就有感觉 stating that 明显 主动语谈 ing 也就是 which states that 这个法令宣称 the case would be heard by all twelve of the courts judges 叫 法律案件 必须由 法庭的十二位法官 来听审 would be heard by all twelve of the courts judges rather than 而不是 a typical panel of three a panel of 又来了 一些 你管它 panel叫 小组 而不是有三组 典型的三组 也就是一般判案 有三个人 三个法官来判 这个案件 它有十二个人看 十二个法官来听 and that's one issue it wants to evaluate 其中一个 他们想要评估的 来来来 evaluate 一看就是评估 value 价值 e代表out 叫做把价值估出来 所以evaluate 叫评估 等于我前面提过 一嘴的一个词 appraise 等于我前面提过的 一个词叫 估价 估计 assess 还记得吧 assess appraise 都可以叫评估 估价 记住了 不要忘记了 好 我们来看看 这里的evaluate 叫做 其中一个 that one case it wants to evaluate is 他们想要评估的 一个案件是 whether it should reconsider its state street bank ruling 他们是否应该重新考虑 这个state street bank 什么都不知道 不重要 它是一个银行 在美国 这个state street bank 叫道富银行 管它 他们是否需要重新评估一下这家银行的判决ruling ruling叫裁定判决 因为规则叫rude 对不对 那ruling叫裁决裁定 也就是关于这个案件是不是要重新考虑一下 所以不难 re-consider 很简单 好 那么就是关于这个词组 我们再来看 considerable 来了 最容易搞混的两个形容词 consider当中两个形容词最容易搞混 一个叫considerate 这个叫做周全的 这个叫做周全的 考虑仔细的 细心的 考虑周全的 所以才有一个名词叫consideration 叫考虑 而considerable 跟consider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它叫做大量的 它等于vast 巨大的 vast considerable 我们来看看considerable 好过什么 好 我们来看这个句子 up to the age of thirty or beyond it 在年龄达到三十岁 或者超过三十岁之后 也就是在年龄达到 以及超过三十岁以后 beyond的是超过 对不对 up to是达到 关键是这个to to就是到 到的意思 下次再来年纪达到三十岁 并且年纪越来越大之后 poetry of many kinds 也就是many kinds of poetry the poetry of many kinds 都一样 叫各种各样的诗歌 gave him great pleasure 让他获得了巨大的乐趣 也就是到了这个年纪 开始喜欢听诗歌了 formally to 正如之前的一样 pictures had given him considerable and musical very great delight 这里看出来有审论句吧 formally to 叫和以前一样 pictures had given him considerable considerable delight 注意这个词delight 叫乐趣 是个名词 叫高兴快乐 它的形容词叫 delightful 叫delightful 这个词非常容易 被当成是一个消极词 因为地 而你忘记了 这里有个light 而地不是向下是away 四散开 到处洒光 高兴的意思 幸福的意思 都有光洒在你的身上 还不高兴啊 delight是个名词 来跟我读一下 行用词 delightful 幸福的 幸福的 所以叫做 formerly 就像之前一样 to 绘画给了他 巨大的幸福感 and music very great delight 这里省略了 and music had given him very great delight to 音乐也给了他 巨大的乐趣 也就是绘画 音乐 都给过他 巨大的乐趣 你看每个人 每个阶段 这个人各个阶段 喜欢的东西不一样 艺术家 就应该这样 在欧美有很多艺术家 都是 你看有个歌特金属乐队歌手 你们考研期间觉得累的 就听听他的歌 最有感觉的 叫marilyn manson 叫marilyn manson 哇 他的一些歌 真的是 真的是给人无穷无尽的力量 他有一首歌叫做 nobodies 叫the nobody's the 就特制一群人了 他翻译成吊丝 the nobody's 不是那个 nobody nobody but you 不是那个 他叫做the nobody's 就是歌词你看 副歌部分 we are the nobody's want to be somebody 你看 我们什么都不是 但我们想成为somebody so you're nobody but you want to be somebody finally by keep making efforts 持续努力 成为somebody 所以大家注意 像这个歌手的歌 就可以给你巨大的delight 就可以给你巨大的 那么这个人们呢 走的是歌特风 所以你只能听他的歌 不要看他的样子 打扮是非常的撒旦教的那种感觉 很恐怖的啊 千万不要去搜他啊 叫marilyn manson 麻利莲曼神 不要搜啊 他的名字marilyn 取自于 这是义名 marilyn取自于marilyn monroe 麻利莲梦露 manson是美国一个著名的杀人法 身上背了三十多堂人命 在美国的西部蛮荒时代 所以他取了一个美若天仙 美国的国家美女 麻利莲梦露 再取一个魔鬼 manson 融合在一起 他的义名的意思就是 我让你欲罢不能欲嫌欲死 你也说不清楚我到底是什么 所以打扮非常出格 但他的嗓音 他的几盘专辑是 公认的比尔布尔天才之作 非常了解自己的音色 就包括我最喜欢他的一段音乐 没有唱的就是 《生化危机》那部电影的第一部 开场的音乐 你们就往上搜 《生化危机》第一部 《生化危机》第一部 米拉乔沃斯演的 一开场那段音乐 太有科技感了 包括整个那个气氛 就那部电影 我还不知道是什么的时候 那个气氛就出来了 太棒了 牛逼 但是不要听他看他的样子 好吗 不要去搜 叫Marilyn Manson 千万不要搜 不要搜 叫Marilyn Manson 不要搜 叫Marilyn Manson 好 过 我们看最后 Considering 来了 那当然可以叫考虑到 但那更多就是基于 它等于Regarding 叫关于 关于这个 基于这个 考虑到这个 Regarding Considering 都是可以的 让我忍不住想起前面的 In Terms of 依据 依据这个 基于这个 In Terms of Considering 等等都可以这么去用它 好 我们来包括前面还讲过一个 叫做In View of 考虑到这个 关于这个 就这个意思 都是可以通用的 包括Regarding 也可以换成 With Regard to 韦哥为什么给你们这么多短语 还要我讲多少遍 写作文的时候 短语一定比单格单词 更容易得分 记住我这句话 与其秀单词 Innovative undertaking 创业 不如写 Build up one's own business 约见人 约这个短语轻松 然后呢 你写的也清爽 反而容易得高分 用装逼词 hold不住 前面写的特别装逼 都是好恐怖的单词 脑流啊 癫痫啊 脑瘫啊 写完之后 约见人觉得 哇这个人单词量好屌啊 突然后面 You know Oh yeah 我靠反差太大 受不了啊 你不要这么看 好 我们来看看 Considering 考虑到 基于 出现一个简单的句子 讲过 No shock there 没有什么震撼的 没有什么意外的 Considering 基于 How much work it is to raise a kid Without a partner to lean on Lean on叫依靠 来 关键是on on就是靠在上面 depend on 对不对 所以叫 How 叫考虑到 How much work 我们要做多少工作 It is to raise a kid 养孩子需要做多少工作 Without a partner to lean on 没有一个同伴 没有一个伴侣来依靠 我们养孩子多难 考虑到这一点 就没有什么好震撼的了 Yeah 然而 To hear Sandra and Brightonnie tell it 但是当我们听到 Sandra跟Brightonnie 布莱尼这两个明星 说的时候 Racing a kid on their run 他们自己带孩子 It is a piece of cake 小菜一叠 A piece of cake 一叠蛋糕 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 小菜一叠 明星就觉得 哎呦带孩子 小菜一叠 宽狐里的这句话 就把秘密说出来了 明星难道不是人吗 他不会累吗 带孩子 Read Read在这里起了什么作用 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说的 Read叫 附 附上一句话 With round the clock help Round the clock 那个钟 转一圈 翻译成 24小时有人帮助 Run the clock help 中转一圈不就是24小时吗 所以叫他24小时都有人帮他带啊 你以为他自己带啊 让他自己带来看 他当然觉得是 A piece of cake 听懂了吧 所以 Run the clock help 会了就会写 他天天都在工作 Run the clock work 那么这里的 A piece of cake 那么这里的around the clock 加两个杠 变成一个形容词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法 两个词连在一块 你看 下岗 失业 Lay off 动词端语 加一杠 就变成他失业了 Somebody is lay off 当然了 一般 Be laid off 是用被动 被解雇了 失业了 不要天天就会口语 Be fired Be laid off 加一杠 你看 特别好 特别富有 叫overreach 叫we laid off 中间加一杠 也是形容词 所以这个手法 大家要了解 加杠 短杠 把一个词组 变成了一个形容词 Run the clock help 记住了 同时我们又学到一个 装逼的短语 A piece of cake 当然了 这些短语也是小菜一点 我们把次多别多分 学完之后 就会知道 哇 太多可以用的短语 不是说你考试 需要全部用出来 而是你把其中的 一小部分用出来 就可以了 当然了 如果报名的是 我们的全程课的同学 就不用去买这些课 因为我们全程课里面 会包含其中的 很大一部分的课程 你听完全课就差不多了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到 最后的补充词汇 词组 Consider something Add something 把什么什么 当做什么什么 这是我一个 一直一直在强调的 好 那么 这就是我们第二代元的课 明显比第一代元 又轻松多了吧 好好加油 内容非常多 吸收完 我们再进入下面一个代元 下一代元见